幸福快樂就行 周喜太醜了呀 還太醜了所以打擦擦 原來還有一大 在樓上也有一大堆 你為什麼要簽這麼多命 幫我們自己家的樓 我就是去那個工地 拆牆去皺光的時候 整堵牆倒下來 主要就是這個脖子斷掉了 然後就造成現在這樣全身貪亂 老闆 嘗嘗 我今天剛吵了 你不知道好不好吃 他們說非常好吃 它那時候很小 這個頭子又過這個床的這麼高度 然後他要餵我還是餵不到 他要那個拿椅子來墊 然後一腳一腳跨過這個床男 床男然後就拿那個葡萄給我吃 他就說 爸爸沒點照顧你 我照顧你 他才四歲 他就懂得這樣說 大愛台問他說 這樣很辛苦 這樣的窮困 他就說貧窮不要緊啊 我們可以親人在一起 就很幸福了 沒有錢不要緊 只要有情 我們一家人的感情 看他駐索紀錄 要是爸爸能夠陪我 就好了 我媽媽都跟我爸爸離婚了 另外一次組建家庭了 那我們跟別人家庭的情況是不一樣 得做事情 沒辦法和別人一樣去玩 玩 我現在連跑步都能好了 現在就不會體育多病 還要多運動 我以為他很少生病 我每次都在幹活 不然我就像是在運動 一樣我也要多幹活 給這裡加油 有很多同學都知道 大部分同學都知道 然後有時候他們還幫我們一起做 他們也經常拿 拿垃圾去我家 然後跟他說要回收 剛開始他們很驚訝 然後說你就不怕髒嗎 我有跟他們解釋 我跟他們說 做這些事要保護地球 讓地球不會污染 然後地球才不會爆炸 人類才不會滅亡 他就說我不是剪垃圾 我是支援回收 我們要大家照顧大地 保護大地 等等 總是呢 年紀雖小 他也有人 人本 既有的智慧 佛陀說 這叫做本性 本性清淨 就是佛性 不受污染 天真 沒有污染 打掃餐 人的披露 維筏 人 還希望 幫助醫療 療法 雖然是寒冬 人啊 内心总是有那一份的热情 可以看过寒冬 去为人服务 那是志工 那是服务的精神 那是感恩的心 感恩人人 守护自己的分寸 所以这一波的疫情 也可以过来一年平安过去 但愿我们现在 人人共同以虔诚的心 绝对不能脱续 好好地守着 如数 尽量再推动 再推动 让人心都能疼惜生命 这众生命 我们都要守护人 才能叫做真诚的忏悔 才能完全天下平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